美丽中国乡村行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黄河流星的省份有许多美丽的村庄 这些村庄见证了华夏文明和历史的沧桑 静静诉说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繁华与兴盛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黄河流星陕西的村庄 在那里又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呢 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都离不开河流 黄河出雨门口进入关中平原 失去了磅礴的气势和一路高歌的风采 却奏响了一首悠扬悦耳的生命唱响曲 这是黄河出闪时留下最辽阔的沃土 黄河在这里多了几分平和与柔静 呈现出一派移情田园的风光 伴随着早晨出生的太阳 广阔的湿地烟波浩渺 站在这里眺望给人一种江南水乡般的别样感受 这里就是黄河 洛河和渭河的三河会流之地大力县 大力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大约二十多万年前 大力人就是在这里繁衍生息 千百年来 黄河水孕育着这里的人们 也造就了这里的文明与复作 大力县地处关中平原东部 北距魏北高原 南平西越峻岭 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称作天府的地方 早在秦汉时期 这里就是皇家放马养入之地 明清两代 同舟辖制 商贸繁荣 文化生活灿烂多姿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力县朝义镇的南寨子村 在我身后有这样的一座土城墙 看起来呢是其貌不扬 那么在村子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座土城墙 它的里面究竟都有什么呢 赶紧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打开土城墙的城门 每走多远 一座砖结构的城楼出现在眼前 里外两道城池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 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封图一仓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仓库的名字 那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封图一场代表的缝手 就是年纪比较厚 几年的树城已经缝手了 你像这看这个缝 这个缝子 你看它上面那个伞子像 跟一个大伞一样 快要移出来的这种感觉 这个地下室 这一种斗子 斗子 承访着这一个缝手的这一种精箱 图 这个图就是土包与民 它像这个城墙 黑后的保护着那边的粮食 四十方方的 四十方方的 一场它就是代表的啥意思 就是国家给予铺费 党期政府给予铺费 农民其子予铺费 来建筑这个城 所以这个去名为这个一层 不是馆层 所以去名这个缝头一层 缝头一层的主体建筑 是一座以砖结构为主的 窑群式仓城 外观酷似一座古城 仓库建于仓城墙体之内 环内城一周排列窑洞五十八面 每窑可储量九十吨 仓寨占地四点五万平方米 公元1882年 由清朝东阁大学士 户部尚书 军机大臣 朝义人 严敬明 倡议修建 公元1885年竣工 动用白银三万余两 瓷仓建成后十多年 就遇上了光绪二十六年的 关中大灾荒 封土一仓 开阵放粮 救助灾民无数 严敬明因此 被人们尊称为旧石宰相 一个东藏门 还有一个西藏门 这两个门有什么区别吗 东藏门就是相对着 今年底 受成比较好 就是逢手 他需要把东藏门 唱开首钩 就是把这个东藏大开 大量首钩 粮食 西藏门 它就意味着这个 年景不后 就要开厂放粮 救火老百姓 这就是有宅荒 宅荒年才开这个西藏门 那咱们进去的话 肯定从东藏门进了 我特别好奇里面是什么样子 赶紧进去看看吧 封土一仓经历百余年风雨后 至今仍在使用 这里即储存粮食 军事要塞 观光圣地为一体 每天都有游客来这里观光 封土一仓是一座 以储存粮食为主要功能的建筑 又具有坚固的安全防御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具有防御性质的军事建筑 在利用地形和仓城建筑设计方面 有许多独到之处 一进到粮仓 我就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回形走廊 它是有许多大红色的柱子支撑 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但是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吗 它这个从这走过来以后 你看这个 这叫葛货墙 也叫紫桶墙 它这个葛货墙就是把一段一段葛开 一段穿货 把这个训尸降到锥底上来 就是我们现在的防火墙 对 防火墙 还有什么作用呢 这一个就是 它这个上面你看这个 有四个石货 把雨水拍到最远的时候 最远的那个距离 它不便于从这个窑场的出替 下来一户 随时的窑洞 堆粮食 对窑洞起到一个面全保护的作用 等于就是防潮 防潮 既防火又防潮 还有什么作用呢 第三个作用就是 它这个廊房 就是编译这个工作人员 才风雨前去工作 不会叫这个御灵石 看这个设计还是很人性化的 是吧 由于我们到来时 正是粮仓 闭仓除虫时间 我们找到一孔陈列历史的空仓 看看粮仓内暗仓怎样的玄机 我们现在呢 就进到了60个窑洞的其中一座窑洞里 这个窑洞现在已经不存放粮食了 是吗 这个窑洞现在是特斯过去固承的一个原貌 可以感觉到这里面非常凉爽 外面呢是38 9度的高温 但是在里面呢 依然觉得很清爽 但是我在走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板 这个木板是空的感觉 对咱们打开看一下底下的 看到底是什么 还有暗道呢 来看一下 哇 这么是那个暗道呢 这个木板 下来看一下 这些刀我们办这就是40公分的距离 40公分 40公分的距离 有四个通道 一个是通风 赶草 防潮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通道 也叫猫岛 又老鼠的话把猫放进去 风土一舱 舱墙厚达一米左右 宽大厚重的砖墙体 使舱内一年四季 保持在178摄氏度的相对和温状态 符合粮食低温 低湿 低氧 三滴仓储条件的要求 墙顶平面由青砖补乘 采取分段四周高中间低的结构 巧妙地将雨水汇于中间部位 再下落水槽向院内排去 舱院场地已是四周高中间低 水可以很快集中排出墙外 每至雨天 从仓墙到院内排水通顺流畅 雨停强远极干 小风吹着呢也是格外的舒服 但是为什么咱们要选择在这个地方 建风土一舱呢 风土一舱这就是原朝雨仙 的西边是一个追稿点 也是一个落崖 这一块就是建筹这个梁寨石 一个是铜缝 赶钞防潮 这一个就是菌寺防御石是比较好 它这边两场的洞边是弯木良田 静靠黄河 它的南边这一块就是西越花山 所以说它这一个菌寺防御石是比较好 再一个是它这个窑洞 它是六十东窑洞 六十东窑洞它就是乡政着六十年华家寺 十二个水道乡政着六十 十二个岳飞十二个首乡 它这个尖操科学一彩宏味 这个建造的还非常有讲究 而且咱们这边又有山又有水 简直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呀 风土一舱为中国古代仓敖的样板工程 也是我国仅有的一座仍在使用的古代粮仓 您好 您好 之前见过类似这样的粮仓吗 没有 这次是走亲戚来清说大里有个古粮仓 来过来看一下 看到以后有什么感受 看到这个很壮观很气魄 感觉可能现在体现了也体现了古人的一种质 看了以后他就像这个陕西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非常的传扑 看了以后觉得他承载的东西不一样 因为是粮食 看了以后觉得他这个就是从他那个 这个就是摆放这个粮食的这个器具上 让觉得让孩子知道爱粮节粮的一个习惯 让现在孩子知道就是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颗粒的一个这个辛苦 过去咱们那个下粮收购的话 农民要一连刀一连刀的割这个小麦 现在就是大型机械化代替这个农耕的话 这个就是孩子不知道这个过去的辛苦 只是让孩子认知粮食文化 了解粮食历史 风头一仓历经百年仍然保存完好 发挥着为民储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 而刘玉宝也守护这座粮仓有三十多年 捕摸着这座城墙 好像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在这里我好像看到了粮仓收获的景象 同时也感受到了百年粮仓的历史沧桑 每天傍晚 南寨村的村民们都会在风头一仓城墙外的广场上休闲娱乐 风头一仓也见证着村庄百年的沧桑巨变 和如今富裕的生活 朝义镇地全民露朝义 每天都来这个地方吗 每天前前来 每天来 现在这种人家挺好的修 挺好的 里面我看里面很宏伟壮观啊 是一个李四人文 李四文化 黄河其余文化 坚定了这一块的李四 为朝义而骄傲 为黄河文化而骄傲 富裕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丽乡村的建设 大力县从2013年9月开始 在全县范围内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 宁和少修一条路 也要建好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让大力县400多个村变得美丽了起来 走进大力县许庄镇柳池村 映入眼帘的是宽阔平整的村道 干净整洁的院落 传播文明的文化墙 走在这样的乡间小道上 道路干净整洁 道旁是柳树成荫 民居的墙上还有这样的 具有陕西特色的农民画 还有一些传统德育故事 看了让人深受教育 自古关中复树地 物华天堡甲铜州 大力县有耕地150万亩 历代就是粮仓之地 有充足的粮食便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美食 在大力县许庄镇柳池村的农家乐 我们见到了九品十三花的制作 九品十三花是陕西东府宴席大菜一角 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九品十三花中最有名的属带坝肘子了 带坝肘子制作时 取带骨带蹄诸肘一枝 去尽毛用刀刮洗两遍 再用火烤 在带坝的侧面正中 由上到下用力将肉皮割开 剔开上端两节骨头 使骨三面不连肉 并在两节骨头中间用刀背打断 骨肉相连 放入锅内烧煮片刻 捞出时肘面朝下肘坝朝上 放入盆中 上面撒上食盐 用浸纱布一块盖在肘面上 用黄面酱红豆腐乳一块 绍酒葱结 姜片蒜片一并撒在纱布上抹开 放入蒸笼大火蒸三到四个小时 在蒸至烂熟为止 配以甜面酱和新鲜的葱结便可食用 这道菜是我们打了些六百年以前 红柱年间 有一个著名厨师 李雨萨 它为了几分了那些坛馆 吃了肉 连骨头都要吃了 你看这个猪子又在瓣 在骨头 所以说就是这道菜 它那个时候上了以后 到现在是延传道歉 它味道各方面很好 要不你尝一下 好的 这个皮 这是没容的 下面就是瘦肉 下面是酥肉 对 我觉得这个肥肉 可以跟瘦肉一起吃 这样的话 可以 更香一点 可以香 尝一尝 尝一尝 这个肥的确实像您说的 肥而不腻 瘦的又瘦而不柴 在一起吃 就味道更好 品尝着大力的九品十三花 我们感受到粗犷豪放的大力人 对美食的讲究 精湛的刀工让人探知 大力的九品十三花 让人深深地感受到 中国餐桌文化的博大精深 也让我们感受到 大力的美丽乡村的建设 给村民们所带来生活上的变化 厚重的历史文化 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 美丽乡村的全面推动 关中粮仓之地大力 正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八方游客 此次的大力之行 真的是让人感受颇深 作为天下第一汤的风涂一汤 让我在回顾历史的同时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 大力的美与富饶 而大力人民 更是用他们的聪明才智 和想象力 创作出了一道道 独特的关中美食 让人大饱口福 夕阳的余晖 渐渐洒在同舟湖上 而大力的美丽乡村画卷 才徐徐展开 我们此次的旅程 将要告一段落 美丽中国新 生态乡村游 让我们继续出发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俗话说民以石为天 粮仓满天下岸 大力作为关中粮仓的重地 让每一位游客深深地感受到 农业和粮食关系着民生大计 当农业富民成为现实 当美丽乡村美梦成真 相信黄河岸边一定会有更多 更加美丽的风景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新浏览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雪域明珠偶遇神秘精灵 来了好大的一群啊 你看 千年古堡在线建筑奇观 确实在的 我现在一走进这个地方 就感觉有点凉嗖嗖的 密敬村庄探访百年古屋 最叹为观止的就是这个屋顶了 美丽中国乡村行 探秘公布江达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